經濟午餐 主持何文傑 李尚仁博士 大家好 我是Talessa 我們今天請到洪倫敏 Kathy跟我們分享一下生活秘聞 剛才說到傳媒做女主播的時候 說沒有韓劇的明爭暗鬥 不知道是真的 我們是實力比拼的 還有是合力去完成報道出來 這些可能是節目聽不到 下次要約在別處聊天 很好奇 因為洪倫敏除了離開了電視屏幕的前線 你繼續傳播這種傳媒精神 搞了一個小主播的小記者訓練班 原出是怎樣的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自己做記者做了十年 之後我幫助一些行政長官的選舉 在那段時間生了很多人物 差點說生了一個兒子 建立了很多人物 也是因為這樣 我覺得十年的媒體經驗是非常好的體會 轉戰回商界 從事公共事務的工作 例如做Lobbying 或者做Stakeholders Engagement 做了一下的時候 都會覺得自己跟媒體 仍然有很多的關聯 仍然都繼續想在這個行業上 怎樣可以有些建樹 所以就跟以前做主播的朋友 聊這個問題 所以就覺得近年 基本上應該這樣說 由小到大 我想Raymond和Luster都很親戚奇景 你們通常都會從小到大 都會看新聞 但是沒有人會教過你們 怎樣去辨識一則新聞 或者怎樣看一則新聞 是一則好的新聞 因為不好的新聞 但其實新聞是與你識識相關的 所以我就源於因為這個使命 我覺得其實從小到大 如果懂得怎樣去教導學生 去辨識新聞 去用一個新聞的角度 去看一則新聞的事情 其實可能對他來說有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新聞工作很重要的 其中一個要點 對所有的學生成長過程 很重要的要素是什麼 就是抽重點 我們日常的工作裡 經常都會有很多資訊 但是我們的電視新聞行業 只能夠在一分鐘裡 講最重要的新聞給大家聽 最重要的要素 你要抽取一個最重要的內容 告訴市民聽 其實成長過程裡 他們的學生的表演 又或者出來社會做事 他們去開會 去見客的時候 其實都基本上要賦予的能力 就是語文控制的能力 所以這兩個原因 我覺得不如這樣 用回我們以前的工作經驗 以及實際的操作 因為我們真的是主播 教學生做主播、做記者 而回到校園 發現很多校園、學校、小學、中學 他們都有校園電視 不過近年這幾年 其實我是2019年 去分析小主播、小記者訓練課程 但又剛剛遇上COVID 所以其實是等待幾年的時間 應該是去年的時間 我們才真正去出擊 去到小學、中學去教 明白 這個我很想分享一點 就是我小時候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專領點 就是看報紙 這個也很老實說 因為我們說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的視野 是限制了我們的格局和思維 我小時候 第一份工作就是搭報紙 搭報紙後就看報紙 當時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好像Kathy說 明明報紙說的話 應該是分分一樣 但當我看的時候 因為當時有很多份 《東方太陽情報》 明報的 原來大家寫同一件事 第一 放的位置不一樣 照片不一樣 可能是攝影人的問題 但寫內容 原來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沒錯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很疑惑 為什麼會這樣 應該相信誰才對 因為重點不一樣 Lis 你說了這個issue 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在一個教學裡面 其中有一個課程 就是教人 如何看一則新聞 如何辨識消息來源 有時候我拿一個很好的個案 給大家知道 那是很重要的要點 大家記得2008年左右 2009年的時候 在九龍城出現了一個拐B事件 即是小朋友被人拐了 媽媽就說 嬰兒無端端在九龍城不見了 懷疑被大陸人拐走了 然後新聞一出現的時候 其實就好像Lester所說 各行各業的報章 其實基本上都有包含這宗新聞 因為他們很兇膽 沒有了個BB 消失了 還要是媽媽說大陸人拿走了 有些敏感的事情 所以當時各大報章 頭版也是這宗新聞 但大家的處理手法不同 有些人說消息來源 警方列作什麼什麼處理 有些人已經大肆宣揚 大字報寫著拐B事件出現 憂慮將會成為一個吵鬧 最後大家如果記得這宗新聞 演變是 其實根本是媽媽自編自導自表 原來媽媽殺死了自己的BB 然後埋葬了她的BB 最後就滑水落石出了 假裝有個BB 但這宗新聞當時第一天出門的時候 就真的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反彈 就是當時的香港人 已經有些中港矛盾的情況 再加劇中港矛盾 所以當時我在教學裡 都要提出所謂的 如何辨識一宗新聞 你看到一宗新聞 沒有最終的定段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新聞操作 一定要加回一個消息透露 或者不可以這麼肯定地 去下一個判斷 尤其是傳媒當作是看電影 一件案子 有很多可能性 因為那個影響性真的可以很大 事實只有一個 但傳媒的角色 就可以重構到事實 沒錯 令事情可能會變成某個面向 側重了某一些角度 當時回答報紙的時候 你耕酸日子 我到今天都在耕酸 照不照看所有報紙 才做節目 你的感覺仍然存在 很存在很深刻的 因為我們會相信 一般的想法就是 你是記者 你是新聞 你說的就是真的 沒錯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這個也很好 事人很相信 你一看第一份 你會覺得 這份報紙說的是真的 但當我看第二份 第三份的時候 就發覺 為何會有一些位 是不同的角度 有些再極端一些 有些報的不報 例如政治議題 國家議題 因為以前還有東方 有水果報 我那個年代是看這些報紙 所以我覺得剛才你說的 這個課程其實挺好 特別是鼓勵小朋友 去學這個 好像邏輯思維家的推理 還有我覺得現在小朋友 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中兩點 就是COVID之後 大家一戴著口罩 很習慣性 就戴著口罩見人 其實看不到嘴 看不到嘴 看不到嘴肉 還有看不到表情 現在除了口罩 這些課程 真的鼓勵他們 你要面向你的朋友 面向你的同學 以及面向自己 看你自己的錄影 你就會知道 原來我的面部表情是這樣的 學到看人眉頭眼壓 對 現在真的只看到眉頭眼壓 對 第二件事就是咬字 原來現在小朋友 很重要的操練 就是他們咬字要咬得很好 如果真的在升學過程中 或將來出來社會做事 可能你未必做傳媒 但如果你說 你變成了大演講家的時候 其實咬字也很重要 不是過得像Lexter去演講 我剛才說 我咬字不好 我剛才想說 我可以上學 我現在做主持 我都覺得有些 那你的手會比較貴 學費 搞得不正 搞成人班 不是 Cathy 我們這樣談 發現在資訊年代 這種判斷 資訊的能力 是很重要的 對 以前還有一個傳媒去幫你篩選 你也可以去請傳媒 你信不信 現在的資訊在互聯網 任何人都可以發放 沒有出自媒體 你收到的資訊 你自己的判斷 是否要轉發 是否加鹽加醋 你自己的判斷 下面的演說 下面的演說 是完全沒有關係 也有 我們要學這個課程 去辨識真假 現在這個趨勢 原本的傳媒 網媒 以前是比較克制 現在都學了KOL的做法 即是故事聲 所以要怎樣辨識 是很重要的 題是原念 內容完全沒有關係 這些是引你進去 純粹 但又沒有了 標題黨 對 以前是KOL做的 現在媒體也要衝過去做 沒有辦法 要爭修事 待會我們認識 跟洪倫問 說說私人生活 分享一下 聽眾想知道 好像他那樣身體 不知什麼運動